能夠盡快、輕鬆地抜擦 那當然盡可能就是我們在靠近那個三角鎖這樣子 能夠順著它這樣子,能夠很順利地這樣轉過去來講的話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學習 那首先來講,我們會請我們這邊的小叔選手 他等一下會幫我們做個示範 比較好的跟不好的 那第一次,我們在這個技巧首先很重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三角鎖是列徑有20米 但我們要進三角鎖的這個,要進去的時候,來講我們要加速 然後等到我們開始在打發箱盤,要開始造彎的時候 就要把鎖鎖收回來 所以等於說這是... 等於說採收、採收 所以等一下,他等一下開始開的時候 大家注意聽一下,他那個聲音 也就是說,他在哪一個地方來講的話,他有採收 哪一個地方來講,他有收 你可以從這個引擎的聲音,聲浪可以聽得到 大家趕快聽一下 那聽一下他那個開車的那個機場 可以,在這邊就可以了 就是要進那個... 三角鎖要進去的那個中間那段的話,你要記得要加速 那轉彎的時候要收 他轉彎的時候要收 那這個採跟收的那個時機啊,有點要抓嘴 對 對 對 今度是 悪了 那接著我們... 一個難免感有比較不好的一個... 一個... 一個架子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說,我不收油 是踩著然後就開始... 硬要給它超過去的話 那車子會怎麼樣 我們就是不好的一個示範 因為如果說你踩油 你又不收油 你只是想要硬把它這樣轉過來來講的話 那只是浪費力氣 然後車子來講,也會有點失控 也不好 那... 悪了 我們一切的 我們一切的 來,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直踩...直踩油門 然後硬打方向把它轉過去會怎樣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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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基本上我們要過彎的技巧並不是說... 翻向盤轉得...轉得越大 它過彎的話就會... 就等於說就可以那個... 很快很順利的繞過去 有時候變成說是你油門搭配收放 再加上你... 超重的部分來講 其實不需要轉很大的... 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,如果說你做得好的話 就可以順的這樣子齁 這樣子這樣順的這樣子就可以過去了 那在這邊來講的話,基本上我們可能會很習慣 就是要盯著那個三角錐看 怕手機撞到它 其實在做這個駕駛技巧來講的話 眼鏡的視線要... 往前...往遠的地方看 因為你如果看鏡的地方,你一定會想說我怕碰到 我就...我就...我就開始轉 這樣子的話,反而你那個過彎就做不漂亮 那現在是... 那這個是一個...就是說比較...最優秀的一個示範 你可以看到它很接近那個所謂的那個... 三角錐的那個位置,前輪就過去了 好順喔 對 那像這個的話,其實不希望花很大力氣 你不需要打非常大多的方向盤 車子... 啊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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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頂駛到每個角度的時候來講 你要拉...有點拉不回來那種感覺 這樣就反而就... 對 所以它的意思是說... 今天來講... 下...不要這樣... 只要...這樣子... 這樣... 只要很...平順地這樣... 搭配你原本的採放 其實就可以很順利地做為一部分 來... 那... 接著大家上車 那原則上來講,我們一個人可以跑三趟 那因為每台車來講是有兩位對不對 所以你們一個人跑完三趟之後就換了 然後下一位再排行,一樣這樣子再跑三趟 可以嗎?那就請大家上車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